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主策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收聽Honcouver Honcouver,我的拍檔是Nicol Chan,她是加拿大的主策移民律師 每個星期就是講一個你問我答通常關於移民的問題 過去幾個星期我們都在探討中 如果這個服務員不幸地有這個案底的話 犯了法的時候他有什麼方法可以移民加拿大 包括去探親、讀書、工作、做研究居民 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會通過一些正式的案例去探討一下 有什麼香港法律或者是Nicol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加拿大法律是相同的去影響到這個人的移民的路程 那這個星期的Case Study就講一個人 他想到一個想法就是成立一個網站 那個網站就是他那個客戶是那些在香港是妓女的 經營賣人業務的一些妓女 那他就收那些妓女的月費的 在上公賣廣告 那我的嫖客就會在他的網站那裡選擇他的服務 那當然就是犯法 被警方抓到了 成功起訴了 那他犯了的是香港法律section 137 就是Living on earnings of prostitution of others 就是在這個妓女的服務那裡去賺錢 那最高刑罰可以十年的 那有沒有加拿大相應的法律去管制這些事件呢? 那如果這個人想移民加拿大 他有什麼可以做呢? 麻煩一下Nicol 所以這些大部分來說都是在加拿大來說是犯法的 所以我們的法律呢 for妓女就是 如果你是這個網站的owner 你是用這個網站來收錢的 這個是for profit的嘛 那如果你是怎樣說好呢? 如果你是在加拿大 我們這個叫做 Receiving material benefit from sexual services 就是變成 因為這個transaction 因為你用妓女 就是這樣 你是得到一些 金錢上的利益 這個算是犯法的 是的 那變成呢 這個人如果他想來加拿大的話呢 他是一定要看看可不可以申請更新小弟的 是的 批不批准呢? 是at the discretion of 移民局 那樣 看看他那個局的情況 那他一定要 他就是 不可以馬上移民 要拿到移民局的authorization 就是approval 他已經更新了 才可以移民的 這樣 是的 OK 謝謝你和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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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